是這個問題 現在看到鳥的治療 有主人就發問說 他的四隻鳥吃治療後 有三隻或是隔壁咖 一隻四方 還有修醫生觀察到鳥出現 隔壁咖的進行 比較少提升 立委就要求朗若保要針對有紀錄的治療 進行減減 要治療 讓鳥跟我吃 是真的全部的企駐最平衡的訴訟 結果有民眾在網路的社團 發問說有鳥吃摸咪拼白的治療 結果出現隔壁咖的狀況 甚至是他們去病發檢貴心 消息出來才發現說 這似乎不是彈一個案而已 那短短的兩三天之內呢 其實我們受醫師的社團就接獲到十年 幾個案例 很多病患是換了飼料以後他就恢復正常 我們認為應該要去針對這個飼料做仔細的調查 台北市的動物保護處事實上在昨天已經到民眾 曾經那家公司去進行機查採樣 我們全部都會 都會做檢驗 那如果說有違反規定的話 前面有說過就是發款 那要求廠商就是下架 回收 那立委都調開記者會 給農業部來介入 用最快速度來檢測有疑如的通物治療 在此主動搜集案內 若調查會顯問題 也必須要隨公告唱牌的名稱配合 比較快來入市 記者中學不到